截至目前,大马尼拉下辖17座城市中已经有10座城市宣布进入灾难状态,大马尼拉周边则有5个省份进入灾难状态。 对总统阿基诺连日来马不停蹄地赴重灾区马利金纳、加洛干等城市的疏散中心内备奔,对受灾民众加油打气。 阿基诺今天在加洛干一间小学校内向灾民保证,为当局有足够资源满足灾民需求。 当局正在推动新建一批基础设施用以防范水患。 他早前曾承诺要对放任民众居住在危险区域的官员进行问责。 今天下午,随着天气转好,非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社会生活逐渐恢复常态,受灾地区加紧清理,供水供电逐步恢复,受灾民众度续回家修起房屋。